记者谢武雄桃园报道 前桃园县长吴志阳随行秘书邹德道涉入人美土地开发案 据悉邹德道是吴志阳学生 吴志阳曾在大学教书 邹德道当时就是吴志阳的学生助理 两人关系深厚 对于邹德道涉案一事 吴志阳办公室今天傍晚发表声明强调 巨额榨取时间发生在正式府时代 其次是邹德道无权涉入相关决策 个人行为与吴志阳无关 吴志阳办公室声明稿如下 根据地检署新闻稿 此案巨额榨取时间点发生在升格后 正式府爆发蛇数千万桥土地贪毒弊案 呼吁检调办案不为权势威胁 不分蓝绿不要抓小放大 权案已进入司法程序 会尊重司法 也呼吁严查严办 不妄误众令此案件系 邹德道个人行为与吴志阳无关 而邹德道干任行程秘书 仅负责行程联络 无权涉入相关决策